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决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懂尊重才有尊敬 懂珍惜才被拥有 世上什么最难懂就是懂得 人这一生被人懂是幸运 有人懂是幸福 懂尊重 懂得尊重别人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高贵人格的自然流露 懂得尊重的人总是让人舒适温暖 如文淡淡幽兰 如赌春日青山 懂得尊重朋友的隐私 不嘲笑 不散步 懂得尊重亲人的关爱 不厌烦 不逃避 懂得尊重孩子的思想 不强势 不打击 懂得尊重别人的劳作 即使是家人也要表示感谢 懂得尊重别人的选择 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 我们无权干涉 懂得尊重别人的习惯 喜好不尽相同 才有个性和差异特性 懂得尊重不同价值观念 对错涵盖不了世界 不评论 多理解 懂得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不尊重别人的人永远也得不到尊重 尊重不是客套 不是礼仪 更不是虚伪 懂得尊重是一种温暖的距离 没有伤害 只有感动 懂得尊重是一种平等 不俯望 不仰望 不卑也不亢 懂得尊重是一种修养 知性而优雅 将人格魅力升华 大爱无声挥洒 懂让步 让步不是懦弱 而是和蔼可亲的性格 让步不是退缩 而是为人处事的原则 世间的理争不完 争赢了孤家寡人 行义的事道不尽 懂让步便得人心 朋友之间如果你懂让步 不会因为利益而丢掉信任 不会因为矛盾而各奔东西 正因为彼此懂得 朋友的手才越握越紧 亲人之间如果你懂让步 对父母不会顶撞 会顺着来 对手足不会冷漠 会去宽爱 那血浓雨水的情 永远跟连跟 心连心 感情之间如果你懂让步 看穿一个人心事 是因为太了解 原谅一个人犯错是因为舍不得 包容一个人性格是因为情太深 无论何种感情 因为懂得让步所以慈悲 因为懂得让步所以宽容 因为懂得让步所以收获感情 懂付出 在人生的赛场上 如果你想得到什么 必须先有所付出 遗憾的是 许多人在生活的火炉前不知廉耻地说 火炉啊 给我一些热量吧 我会给你增加木柴的 农夫在地里许愿 佛啊 如果今年你给我一粒粮食 我保证明年会剥下种子 辛苦耕云 但是佛祖并不遵循这样的规律 只有春种一粒素 才能秋收万科子 农夫只有在春天剥下种子 秋天才会有丰收 在庄稼丰收之前 必须付出辛勤的劳作 如果你想生活赐予你什么 首先你必须得先付出 如果你在剩下的人生之路上 牢牢遵循这个规律的话 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当你付出之后 这个世界将告诉你 你会物有所值 你会收获到更多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有意义 懂珍惜 这世间最珍贵的 不是已经失去的东西 而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有一个诗人 才华横溢且家境富裕 妻子美丽温柔 儿子聪明伶俐 但他怎么也感觉不到快乐 他请上帝帮他找回幸福 上帝先夺去了他的财产 再带走他的妻儿 最后拿走了他的才华 诗人痛不欲生 过了一个月 上帝又把这些重新还给了他 诗人搂着妻儿 长久地跪在上帝脚下 深深地致谢 感谢上帝赐予他幸福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上帝做的唯一的一件事 就是让诗人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幸福其实很简单 只要尽情地享受现在拥有的一切 只是我们拥有的时候要懂得珍惜 做一个懂得珍惜的人吧 珍惜才能感知幸福 惜福方能留住幸福 懂选择 一个鸡蛋非常天真的和石头在一起了 磕磕碰碰弄得自己身上伤痕累累 但鸡蛋一直坚持着 终于有一天鸡蛋受不了了 离开石头 后来鸡蛋遇到了棉花 棉花对鸡蛋的每一个拥抱 都是那么的温暖 鸡蛋的心暖暖的 鸡蛋才明白 不是所有努力坚持和忍耐 就能换来温暖的 要懂得选择 选择对了 就会变得很轻松 很幸福 再优秀 也得选择实惑的人 再付出 也得选择感恩的人 再真诚 也得选择有心的人 再谦让 也得选择珍惜的人 懂人情 所谓人情 就是感情上有来有往 如果每次都是你朋友 在盛情邀请 而你自始至终 表现得不冷不热 你朋友健壮 也会熄灭满腔的热情 如果你朋友 事事惦记着你 与你有福同享 但你遇到任何事 总是把它晾在一边 你朋友心里的滋味 必然不好受 在不计较得失与付出的前提下 人情是双方都乐意 为此付出 我相信友谊 并且愿意首先 表示出我的友谊 在教父中 第一任教父 对来寻求帮助的商人 如此说道 我们一生中会遇到无数人 许多都是擦肩而过 但总有那么几个 驻足对我们是以善意 如果我们想让这份 相识相交延续下去 也不要忘了表达自己的善意 人情就是 我赠你三月春光 你与我四月桃花 世间真情 能长存 莫不因此 世间无论什么关系 是工作伙伴 是知心朋友 还是互许终身的情侣 想要长长久久地维持下去 都离不开 以人情换人情 懂得人情 彼此的世界 才会因为对方的路过 草长应非春暖花开 一个懂字 说起来非常简单 做起来其实很难 一个懂字 包含了多少理解与沟通 包含了多少妥协与忍让 包含了多少关心与惦记 包含了多少灵犀与共鸣 大千世界 被人懂是幸运 有人懂是幸福 懂尊重才有尊敬 懂让步才有天空 懂付出才能得到 懂珍惜才配拥有 懂选择才得人心 懂人情才会做人 在军事家眼中 水代表变化莫测 只有懂得变化 善于变化者 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所以孙子兵法中说 水因地而滞留 兵因敌而滞胜 到了政治家那里 水代表广大的人民 只有取得人民的拥拜 才能建立真正强大的国家 所以唐太宗发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慨 古往今来 中国文化中有太多 关于水的哲理 有滴水穿石的坚持 有逆水行舟的勇气 也有高山流水的 诗意与美好 水简简单单一个字 却隐藏着 关于人生的大智慧 君子似水 我们形容一个人品性很好 就称其为君子 那何为真君子 君子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毫无疑问 论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春天到了 孔子带着弟子们 到四水河边游玩 那时候阳光普照着大地 四水河边桃红柳绿 草色轻轻 奔腾的四水 从山中滚滚而来 又不知疲倦地呼啸而去 孔子的心情很不平静 他望着四水河陷入了沉思 弟子们不知道老师在看什么 都围拢过来 子鹿问道 老师在看什么呢 孔子说 我在看水 看水 弟子们都用疑惑的眼光 望着老师 他最喜欢的弟子 言回说道 老师御水闭关 其中一定有道理 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听 孔子缓缓地说 水奔流不息 是补育一切生灵的乳汁 它好像有德行 水没有一定的形状 或方或长 流鼻向下 河顺温柔 它好像有情意 水穿山岩 凿石壁 从无巨色 它好像有志向 万物入水 必能荡敌污垢 它好像善师教化 所以水是真君子 是啊 有情意 有志向 有德行 善师教化 在孔子心中 这既是水的品德 也正是君子的品德 真君子 比如胡适 刘美归来的他 从未嫌弃过 自己大字不识一个的发妻 姜东秀 即使并不门当户队 也相守一生 只是有情意 他倡导白话文 领导新文化运动 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 为无国无民 忧心出力 这是有志向 他交友 从不论贫穷富贵 不仅仅和一众才子 相谈甚欢 也跟一些 泛夫走卒 成为朋友 给他们一些财物 或者帮助 这是有品德 作为北大教授 振兴教育 是他一生的宗旨 尽心尽力 教化学子 前后功获得36个博士头衔 逃离满天下 知识 善事教化 所以陈丹青 评价胡适 完全是学者相 完全是君子相 而这 恰恰正是孔子所说 君子如水的境界 现实生活中 去做一个君子 实际上就是做一个好人 怀抱一颗真诚之心 以良好的品德 约束自己 以远大的志向 勉励自己 以帮助他人的信念 要求自己 这样的真君子 自然会得到 所有人的尊敬 上善若水 老子说 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他认为上善的人 就应该像水一样 造福万物 滋养万物 却不与万物争高下 人生之道 莫过于此 不与世人一般见识 不争一时之长短 就是一种 最可贵的品质 著名作家杨将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这种 与世无争 淡泊如水的气质 他说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 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 靠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尾了 我也准备走了 在这熙熙攘攘的时间 多数人都挤破脑袋 想要大出风头 可杨将并不这样 他读书写作翻译至学 只是因为性之所至 并没有一丝 争名逐利之心 善良从容 优雅温润 就是他的人生底色 所以大家 遵他一生 杨将先生 生活中太多的人 为了实现各种人生目的 为了一己私利 不择手段 相互争斗 后来反而伤人害己 一些从不争强好胜之人 因遇事不争强 结果一生自在 这种高级的生命感悟 正是上善若水的追求 古人云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赫立千任 无欲则刚 人一旦能够做到虚怀弱骨 便能够晦及百合 而成为汪洋 人如果能做到无欲无争 便能如峭壁一般 一里云霄 这是需要我们用一生 去学习的智慧 逍遥如水 很多人总说 一生逍遥 夫妇何求 他不是说 人拥有了财富和权力 就为所欲为 也不是什么也不做 无所事事的虚度人生 而是强调一种 内心的精神状态 如同庄子给我们描述的 那个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 像是水一样柔软灵活 随遇而安 不被外界所影响 如此就会得到真正的自由 庄子山目中 记载了一个方舟计合的故事 一个人在湖面上划着船 迎面而来 另一只船撞到了自己的船上 如果船上有人 自己避讳大呼小叫 则令其避开 如果对方没有回应 更加会勃然大怒 破口大骂 但是如果来的是一艘空船呢 这个时候 即使是心胸再狭小的人 也不会跟一艘没有人的空船而生气 所以你看 不同的外界环境 会带来不一样的心态 一旦心摆脱了束缚 许多事情就没看上去那么糟 就像你把水倒入杯中 它变成杯子的形状 将水倒入瓶中 它变成瓶子的形状 将水倒入茶壶中 它又成了茶壶的形状 人也一样 如果你不能改变环境 你要像水一样去适应环境 如果你不能改变别人 你就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如果你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 你就得改变看待事情的态度 庄子眼里 只有这样 才是达到了逍遥境界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 常听人抱怨 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每天总有一些倒霉的事情 缠着我 怎么就不让我消停一下 有个好心情呢 谁能帮帮我 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任何时候 能帮自己的都不是他人 而是自己 只要有突破困境的愿望 改变抱怨的态度 积极地去做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就一定能突破困难 最终达到自在逍遥的状态 君子如水 随方救援 随遇而安 那么就无处不自在 无时不逍遥 多学习水的智慧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与诸君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